我觉得如果是选前就退出 他应该在选前就直接说明 因为毕竟他们早就说了不会有派系 但是新潮流还是仍然存在 赖清德总统当选人 他今天退出新潮流 到底是以切割新潮流的方式 来回应柯文哲主席今天讲的 民进党不等于新潮流 他现在的确是一个弱势的总统 但是你退出新潮流的运作 在现在说明你退出新潮流 并不代表了你就不是新潮流 那你过去就是说在党内所支持 就是说所合作 所共同支持的这些政策 那未来你是不是能够继续的 就是说符合在野 符合民众的期待 我相信后续我们会持续的关注 我们也会强力的监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